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日前确诊隔离 解隔后首日上班 跟着台北市长柯文哲到中正纪念堂车来述视察 被问到日前柯文哲宣布国高中校实行远距教学 幼儿园却未执行 黄珊珊这样回应 我先回答幼儿园的问题 幼儿园的部分因为它是属于所谓的脱移 就是说是让家长能够有孩子有地方可以在 他本身并没有像小学有一些固定的课程 所以幼儿园主要是要解决双性家庭的问题 所以他停不停刻就是看家长 如果家长愿意请假的话 那我们也会请幼儿园把费用付给家长 但是如果家长他没有地方脱移 还是要去上幼儿园的话 我们会请幼儿园做把防疫的措施 那这个部分也一直在跟包括园方 包括家长在讨论 因为每个园的状况不太一样 那我们如果全面停课的话 可能会影响很多的家庭 他是没有办法正常工作 这也是我们在一再考虑的原因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会看实际的状况 主要是他是脱移的功能 另外双北远居教学的政策不同调 也让许多家长为难 柯文哲也对此回应 因为新北跟台北有个不一样的地方 新北它是一个 就是它的多样性太大 你想想看 你说三重这种人口秘籍区 你要跟那个平均 那个人比较少这样 所以你要用一套试用 新北是有困难的 所以是让台北跟新北的教育局长 甚至到副市长层面都有讨论过 所以新北我也会说授权给各个学校去决定 因为新北的差異性太大 那台北这边是这样 我们台北大部分都是英文叫Homogenius 比较平均 所以要用一套的制度比较容易 所以后来两边的教育局长讨论完以后就说 那OK那就照目前的制度 后来就是双方的这种政策就这样做 我觉得这还是最好的安排 北市教育局指出 幼儿园退费包括午餐费 典型费活动费还有交通费 记者温文君台北报道